商務很類似,他也是透過電子化的媒體來進行商務 只是使用者他所使用的通訊器具呢 在行動商務裡頭是具有行動性的,或所謂的移動性 好,那到底在這個講室裡頭,我們能不能進一步的了解行動商務呢 我想我們就一起來找答案吧 網站可以提供一些輔助的功能來幫助使用者 就像一些套裝軟體一樣,盡量讓使用者隨時都能獲得操作上的輔助 例如彈出視窗,常問問題題與即時輔助的訊息 彈出視窗是在不管閉原來的瀏覽視窗的情況下,打開的另外一個視窗 裡面可以呈現一些額外的訊息,通常能進行意見調查,或是純粹廣告 好,我們在電影網頁設計的時候呢,其實偶爾也會需要一些輔助的功能 那我們下面就把這些輔助的功能,為各位同學整理出來 好,第一個呢,是所謂的彈出視窗,它檢視了額外的資訊 那我們知道,可是原來你檢視的網頁還在 所以一般出來呢,這種情況它可能是發生在 使用者需要顯示其他的資訊,但是呢,它能原來需要回到這個原來的網頁裡頭 好,那第二個情況呢,是自動的彈出視窗 通常在使用者進入或離開網站的時候呢,就顯示 那這是讓我們可以進行意見調查或是廣告 好,那假如說你覺得自動的彈出視窗呢,它會引起使用者的反感的話呢 那也可以讓彈出視窗出現在瀏覽的視窗之下 那當使用者它關閉瀏覽程式的時候呢,就能夠看到 我想同學最近在瀏覽網站的時候,應該可以看到很多這一類的例子 好,那第三個情況是,假如說不想使用自動的彈出視窗呢 也可以考慮使用超連結的方式呢,由使用者來決定是否要打開彈出的視窗 那我們知道現有的彈出視窗裡頭的視訊呢,也可以改變 譬如說,我們下面就有一個例子讓同學看 在這個HTML 檔案當中的Java Squares呢,它會打開一個彈出視窗 那基本上呢,它會顯示這個www.nlu.edu.tw的網頁 那當使用者它先選Amazon的超連結的時候呢,它會在原來的彈出視窗上說呢 顯示這個www.amazon.club的網頁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在這個HTML 檔案裡頭的內容 那我們有利用到一些標籤,有Script的JavaScript的標籤 那另外有用到這個Connect跟這個超連結HREF 那這個例子同學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去嘗試一下,看它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彈出視窗的例子 那另外我們知道在網站或網際網路裡頭呢,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所謂的FAQ 那FAQ是指常問問題,它是代表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那FAQ它可以避免網站的維護者呢,把時間花在回答重複的問題上 而且對於這個使用者來講呢,問題問完以後呢,它可能還要等待 並沒有馬上得到解決,因為可能它要等到這個網站的文物者看了這個問題之後回答才能夠得到解決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就是說,你可以先整理出這個場問的問題集 那裡面有問題也有答案 那基本上當使用者有問題的時候呢,它可以先到這個FAQ裡面呢,試著找出這個問題的解答 好,那提到FAQ呢,我們下面就整理出一些FAQ在建立的時候的一些技巧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整理出場問的問題 那當然因為它是FAQ,所以你可以先整理出場問的問題 第二個呢,是我們可以觀察鏡子類似的網站所提供的場問問題 那這樣子你就知道說,那些問題呢,它可以休息在這個場問的問題集裡頭 那第三個呢,我們可以從跟使用者的接觸裡頭呢,來發現場面的問題 那這樣子呢,使用者可能他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就會收入到FAQ裡頭 第四個是將相關的問題呢,群組在一起 那這樣子呢,使用者發生問題的時候,比較知道要在哪些種內的這個群組裡頭呢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問題的解答 那第五個是,假如說問題很多的話呢,加入一些搜尋的功能 那這是在FAQ擴充的很大的時候呢,可能會需要這種搜尋的功能 那第六個呢,是讓使用者能夠很容易的找到FAQ 譬如說我們進入這個網頁之後呢,可能你過不久就發生問題了 那可能在網頁的一些明顯的地方呢,你能夠找到這個FAQ的超連結或它的所在 好,那我們知道在網路上有很多這個FAQ的例子 所以同學呢,可以趁這個機會呢,上上網站 譬如說像在Yahoo的網站上,它就提供一些所謂的help的網頁 那其實它在設計上呢,已經不是單純的FAQ 那使用者他除了能夠瀏覽常問的問題跟他的解答之外呢 他還可以從一些相關的資源來找答案 或者說呢,他可以直接輸入自己的問題 然後透過這個問題的輸入呢,來找到所對應的答案 那這個答案可能已經是在這個FAQ裡頭了 當然假如這網站它沒有那麼長大跟複雜的話呢 還是可以直接供傳統的FAQ就行了 就是說你可以把FAQ先收集好 然後一個FAQ來幫忙使用者解答問題 好,那看過了這個網站的輔助功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跟同學一起來看一看電子商務的應用 支援電子商務的網站最主要的功能 是讓消費者能透過網路來尋找與購買商品 很多使用者上網的目的其實就是要採購 著名的Amazon網路書店是最典型的電子商務網家的例子 其實在購物的時候呢 消費者都需要了解商品的特性呢 才會有購買的動機 所以我們必須要對於商品的品質呢 產生信任 所以提到這個網路櫥窗的優勢呢 就是說它的空間無限 而且在擺設上呢 還有很大的彈性 跟設計上的揮殺空間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個例子上 一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網路櫥窗的設計 那這些設計其實呢 有一些技巧的 我們也會各位同學整理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建立清楚而且標準化的貨價 那消費者呢 他要能夠很快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所以最好對於這個貨價 的使用介面呢 最好能夠標準化 那第二個是 把重要的資訊呢 擺在明顯的地方 因為使用者他不見得有耐心呢 跟有時間去瀏覽商品的資訊 所以在設計上 是要把希望讓使用者的資訊 看到的資訊呢 放在明顯的地方 例如說像瀏覽跟採購的工具呢 或者是可以選擇的商品的照片 還有就是以需求為訴求的描述 或者像商品的價格 商品的字樣 商品的排名 還有商品到貨的時間 商品的編號 跟加入購物車的按鈕 跟詳細資訊的連結 那這些資訊都可以放在明顯的地方 好第三個呢 就是其他的資訊可以放到次要的地點 譬如說像有些消費者 他可能需要詳細評估以後 才能夠決定呢 是不是要採購 那這個時候呢 會需要更多的相關資訊 那可以加加入資訊呢 包括完整的商品介紹 商品的評價 相關商品跟附加的物品 還有就是其他性質類似的商品 好 那這是有關這個典型的網路儲商的設計 那在電子商務裡頭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所謂的購物車 商品卡的設計 那我們知道一般的購物習慣呢 是採購好幾個商品 那在網路的電子商務當中呢 也要提供所謂的購物車 那其實一旦消費者他開始使用購物車之後呢 商品出售的機率其實就滿高的 那以網頁的設計來講呢 最好你能夠讓交費者很容易的從購物車的使用 然後一直到結帳呢 都能夠順利完成 那就代表說你這集交易就很可能能夠完成 好 那下面呢 我們就把這個購物車的設計整理出來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讓使用者能夠很容易的取得購物車 最好除了購物車的圖示之外呢 還要再加上簡短文字的標籤 讓使用者能夠很容易的辨識出說 購物車是在網頁上的什麼地方 那第二個是讓使用者能夠持續進行採購的動作 就是說你不要讓使用者在採購完一種商品之後呢 他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 所以你可以加入一個繼續採購的按鈕 回到之前瀏覽的商品目錄 好 第三個要注意的地方是 就是讓使用者能夠進一步的被引導到結帳的程序 就是check out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用很明確的標示呢 讓使用者知道 假如說已經結束採購的話呢 你可以進行結帳的程序 好 那接下來 就是購物車呢 要能夠提供明細的資料 因為交易者他可能想知道 自己到底目前採購了哪些賬品 花了多少錢 所以購物車呢他要盡量的提供這個明細的資料 譬如說商品的名稱 簡易的描述 數量還有價格等等 那由於消費者他可能會想要取消某一下商品的採購 所以我們呢必須要提供移出商品項目的購能 好 下一個要注意的是 要能夠清楚的標示 破原充裕或者是缺貨中 因為消費者他可能需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貨品的到貨情況要不要省 因為這會影響到採購的決定 但我們有一些網頁的實力呢 他就會很清楚的標示說 到底是不是有庫存 好 接下來呢 是要注意到我們必須要有儲存購物車的功能 因為消費者他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暫停使用這購物車 那一旦又要用到這購物車的時候呢 必須要能夠取得原來的資料 就是說他必須要持續購物 那原來呢 已經存在購物車以後的資料呢 必須要繼續存在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必須要佔用機會促向相關的商品 那這跟實體的商品是一樣的 包括與現在採購商品相關的 或者是等級更高的商品呢 可以利用機會促銷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在每個頁面上呢 可以顯示購物車的內容 那讓消費者可以隨時記得說 到底他已經採購的賬目是哪些 好 最後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區域性的差異 因為在不同的區域裡頭 可能在用語上會有一些差異 好 譬如說 在不同的國家或文化不同的地區呢 可能在這個採購的時候 你使用的這個促銷的用語 或者是商品 在這個廣告時候的用語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購物車它在區域 區域性的差異呢 也會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這是在網頁設計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注意到的 所以我想這是在新前線的商務的時候呢 我們在網頁的設計上呢 必須要配合這些地方跟技巧 好 接下來我想跟同學輕鬆一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今天的網頁建造 我們今天課程很高興又請到Jerry呢 來為我們做網頁的建造 那Jerry今天又為同學帶來哪些新材的網頁呢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 大家最常去的所謂的入口網站的一個設計規劃 那入口網站跟之前我們介紹過的這個 news這個新聞的一些網站 蠻近似的 那都是屬於資料非常多的一個網頁 那由於油量龐大 那怎麼樣去區分整個首頁區塊板面跟單元的規劃 其實又更行重要 那入口網站對於所謂的這個 放上去的這個圖檔大小 其實規範的非常的嚴謹 這一點就是說 即使你要付費上去刊登廣告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會嚴格限制所謂的檔案 K數大小的這一點大家就可以得知 那廣告區域的一個配置 由於是所謂的入口網站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收入 所以呢 怎麼樣去規劃 是格外的一些需要就是費心思 那入口網站主要就是 都可以有以一些比較有趣的一些 小 icon小圖示去做圖寫 那還有就是當然就是搜尋的功能 為了讓使用者方便 要易於尋找 大部分都會放在中間偏上方的這個位置 所以都是配合 遊覽者的一個使用習性 那後來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 知名的一些入口網站的一些 設計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看到 畫面上是大概 在國內目前就是大家最熟能詳的這個 Yahoo Kimo的這個網站 那它整個的這個 版面配置 首頁的話 偏向於就是 藍紫色的一個 粉色系的一個色調 那內容雖然說看起來是 非常的複雜才多 可是呢 其實感覺上 設計起來還蠻有條理的 我們會發現說 它一個一個區塊 其實都有蠻明顯的一個區格 看起來不會說很複雜 但是如果你有這麼多資料 要怎麼樣去把它規劃出來 成這個樣子的版面配置 其實也是需要一些 設計功力跟一些考量 那這個設計的配置的方式呢 其實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的就是 版面配置用所謂的表格 這個table去做網頁排版的部分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另一個國內知名的一個搜尋引擎 翻屬騰 那翻屬騰整個的這個 網頁的設計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比較偏 就是本土的一個路線 所以說它走的就是比較 綠色系的一個規劃方式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整個它的版面配置也是蠻有條理的 那讓人家就是容易去觀看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是一些 入口網站的一些設計方面 大家的一些 共同的一些考量 剛好我們在課程裡面呢 也有介紹到入口網站的設計 那其實剛剛看到的這些 入口網站好像 雖然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怎麼看就是很像 可能想要問Jerry 看看為什麼 另外就是說 既然入口網站有那麼多 那到底 大家要選擇哪一個入口網站 進入網頁來使用呢 OK 那我這邊來大概說明一下 就是說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你會發現 不管國內或是國外的這個 搜尋引擎 搜尋的功能大部分是 擺在中間偏上方的這個位置 這幾乎已經成為是一個 不成文的一個通例了 因為其實各家的這個 這個入口網站的經營的業者呢 其實都會很擔心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入口網站 搜尋引擎的這個功能 萬一讓使用者 一時間找到的話呢 結果使用者會覺得說 欸 不太方便 以後就不再上來這個入口網站 這樣子 這個網站就會流失了這個人氣 那後續的一些商機的話 那可能就都會失去了 所以說這個就慢慢的 即使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大家的一個設計去向 慢慢的會變得有點近似 那選單區塊的這些設計 其實連加了一些設計師 入口網站的一些考量 其實邏輯 思考邏輯大體上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會造成這個近似的這種 有趣的這種現象 那一方面因為那個屬性 本身就是都蠻近似的 那目前國內比較知名的 搜尋引擎的網站 當然除了剛剛介紹過的 那還有Google 或者是PC Home 中華電信 HiNet 新浪網 MSN網情 這一類的知名的網站 大體上這些使用方式 都是利用搜尋引擎去 去搜尋到 查尋到你想要的功能 或者是利用所謂的 組分類 搜尋目錄的一些方式 那可以去依序去點選 那它會慢慢的一個list出現 那使用者去做 資料的一個搜尋 尋找的一個方式 這樣我想同學應該比較清楚 所以事實上 入口網站好像天天在用 天天在接觸 可是在設計上 其實還是有一些 蠻重要的學問 那謝謝 結尾今天帶來這些 品牌的網頁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網頁見證 我們前面曾經提到 入口網站設計的技巧 所以我想同學可以看一下 一些入口網站 在設計上 是不是跟我們這些 談過的技巧相關 那這樣印象會更深刻 好 所以現在我想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今天的網頁設計教室 我們在網頁設計前很有趣的活動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下面幾個網頁的設計技巧 那我們之前跟同學介紹過XML 那我們知道XML它是 一種延伸式的標籤語言 那事實上 為什麼要XML呢 我們知道XML它可以讓這個 資訊的內容產生某種組織 也就是說 在HTML裡頭 我們可以讓這個資訊 以某種方式來呈現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資訊格式化 讓它變得比較美一點 我們可以美化資訊 可是你要透過XML 你才有辦法讓這個資訊 具有某種結構 具有某種結構的話 當然我們在使用這個資訊的時候 可能可以類似像資料庫的方式 透過資訊本身的結構來 揭取跟使用這個資料 所以這是XML的好處 可是當我們在使用XML的檔案的時候 或以法的時候 可能會想到說 那假設說我要讓這個資訊 在呈現上 也同時能夠具有某些格式的話 怎麼辦呢 那就變成說 我們可能在某些場合 下面需要用到XML跟HTML的功能 所以我們下面要看的是 我們怎樣把這個XML跟HTML的標籤 也能夠整合起來 我們首先跟同學看的第一個例子 是XX91.XML的檔案 我們先用Ie的程式表現 這個檔案打開 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檔案 它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就更接近一般的 單純HTML的檔案 不過它是一個XML的檔案 我們現在就透過檢視原子檔 我們來看看 這個XML的檔案 跟一般的XML的檔案有什麼差別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前兩行 其實跟一般的XML的檔案非常類似 它會指定說它是一個XML的檔案 然後呢 它是使用BigFive的DM 是BigFive的Encoding 這一次呢 我們同樣在Starsheet 就是樣式表這邊 我們所引用的是 XS8.CSS的樣式表 也就是說它會指定 Table那個標籤裡頭 內容呈現的字形大小 跟它的顏色 好 所以這部分 其實跟我們剛剛所看到 之前的假設所看到的例子 是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各位注意到 在第四行的 Product Catalog後面 它有一個XMLNS 它是指定就是 XML類型的檔案 那後面呢 你還是會 使用這個HTML的標籤 它會跟它合用在一起 好 那我們看一看 我們怎樣在這裡頭 利用HTML的標籤 我們看下面這一行 HTML H1 我們在H1 HTML的標籤 它指定的是 要把後面的資訊呢 以H1的字形大小來呈現 所以我們看到 它的HTML 然後後面是 slash HTML 然後 冒號後面是H1 以這樣子的方式呢 把這HTML的標籤呢 放在XML的檔案裡頭 好 那至於說這個檔案的其他部分 像Furniture Table Numbers Pack 等等這些XML的自訂標籤呢 它是跟一般的XML的檔案呢 差不多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機器本的檔案關掉 我們再回到 XX91.XML的網頁來看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H1大小的字呢 它是使用 在XML檔案裡頭呢 使用HTML的標籤 來自訂字形的檔案 那至於說這個長方形跟圓形呢 好 這些字呢 它的呈現的格式呢 是在 XX8的 點CSS 就是樣式表的檔案裡面所指定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例子裡頭呢 可以看到 XML檔案裡頭 它不但用到CSS 就是使用到樣式表 而且呢 它也用到HTML的標籤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XML跟HTML的語把結合在一起 那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 在我們的電腦檔案裡頭呢 是X29 12.XML 好 那這個例子跟剛剛的 例子很相似 很相似 只是這一次呢 我們多了一個藍色的橫線 好 我們現在也要透過檢視 原始檔 我們來看看這個橫線是怎麼畫出來的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過 其實呢 我們可以在XML檔案裡頭呢 使用HTML的標籤 好 所以我們大概在這個檔案的中間的地方 有一個 HTML 冒號HR 然後Style 等於Color 是Blue 那這個HR呢 就是一個HTML的標籤 它是指定要畫出一個橫線 那後面的Style 是指定它是 顏色是藍色的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會發現說 你不但能在XML檔案裡頭 使用HTML的標籤 而且呢 你可以直接在標籤後面指定一些格式 就是指定一些Style的設定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二個例子 那我想透過這兩個例子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XML跟HTML 其實在網頁設計上 它們是可以合併在一起使用的 好 大家對於今天的主題都了解了嗎 那最後我們一起來做一段 簡短的310進行 那這個假設裡頭呢 有跟同學介紹一些 生活化網頁的範圍跟設計 那提到這個生活化網頁 當然我們知道在設計上 應該要讓使用者 能夠很輕鬆很容易的使用 跟瀏覽這個網頁 所以我們在這兩次一開始 就跟同學談到這個網頁輔助的功能 那我們談到的彈出四川 我們就像說使用者 使用者在瀏覽跟使用網頁的過程當中 假設說他碰到的問題 他能夠透過這網頁提供的資訊來解決 那除了一下彈出四川之外呢 還有一下FAQ 就是常問問題機 那這些都能夠提供使用者解決問題的一些管道 那除了這個輔助的功能之外呢 我們在這個講治之後呢 跟同學介紹這個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的網站 那假設要進行電子商務 然後透過這個電子化媒體來進行的話 可能大家講到的就是網路的櫥窗 所以網路的櫥窗在設計上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購物車 他在設計上也有一些設計上的要點 假設同學有一些經驗的話 可能在以後設計類似網站的時候呢 可以運用我們今天所談到的這些技巧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同學談的內容 那我們這個講治就會各位同學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回合再見 快點到你去玩 可以玩笑 我們下回應 我們下回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同学介绍比较轻松的结合生活的网页应用的实力 首先我们还是从疑惑中开始学习吧 老师 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网路购物车 我们在前一个讲室里头在谈电子商务的时候 曾经跟同学介绍过这个购物车 其实网路购物车它的观念跟一般大家所知道的购物车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网路购物车它是在网页的设计里头相当重要的项目 好 那到底在这个讲室里头 我们能不能进一步的了解网路购物车的设计呢 我想我们就一起来找答案吧 完成订购的程序以后必须结账 对于商家来说是必要取得足够的资讯 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处理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能会没有耐心完成整个结账的步骤 所以在设计上最好尽量简化消费者所经历的步骤 提到这个采购完成的这个柜台结账呢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下面也会各位同学整理出来 第一个呢是地址的储存 因为消费者他可能在场上采购过好几次 那收货的地址可能他就在以前曾经输入过 所以在网站的设计上呢 可能可以让使用者从选担当中选择他曾经输入的地址 那可以避免使用者再重新输入地址的资讯 所以我想对使用者来讲呢 这是相当贴心的设计 第二个呢是为新地址的输入呢 建立清楚的表达 因为我们知道在输入新地址的时候呢 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最好能够设计清楚的表单 那这样就能够降低使用者消费者困扰 那表单本身的配置呢 最好能够减少消费者需要输入的资料栏位的数目 那另外说明的指令或者是标签呢 最好能够越简单越好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验证栏位的资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利用软体的功能呢 来验证使用者他所输入的资料呢 是不是有很明显的错误 那假如说有的话呢 他可以马上提醒消费者修正 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后续的困扰 那第四个呢是我们可以显示获运方式的选择 把货运方式呢一选单的方式呢 来供使用者挑选 第五个呢是我们可以解释货运的时间 让使用者他能够预计 到底这个货品哪之后会出货 那哪之后可以送达 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列出各种货运方式的价格 那这可能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RUSH 自动算出货运的成本 然后马上显示给消费者减值 而且做决定所以到底他是要选择哪一种获运方式 好那提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就关于这个出货采购的问题呢 我们下面有个图呢 他画出一个采购完成以后柜台结账的手续 那我们知道结账的手续 他对于安全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使用者他需要提供一些比较敏感私密的资讯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发现说 我们有个商品名义器之后呢 透过购物车然后经过一个 所谓的Secure Checkout 就是一个安全的结账程序之后呢 一旦完成这个步骤之后呢 交易就可以算是成功了一旦 好那我想同学呢可以自己到这个 网路上有名的这个Amazon书店呢 来体验一下网路购物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透过网站上面 我想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 看看到底在进行采购的时候呢 会看到哪些资讯 包括这个购物车当中的项目的明细 那假如说 譬如说在很多网站上 他有这个Persede Checkout的项目 他会打开这个采购 结账的视窗 要求输入地址的资讯 好那在进行采购的过程当中呢 假设说你是 需要结账的话呢 他会检视采购的清单 那消费者他可以很仔细的观察一下 到底里面呢 他有哪些设计 他是不是符合我们前面所探讨的一些原则跟技巧 那另外呢 在以这个Amazon的这个设计来讲呢 他会有一个这个Change Quantities or Delete的按钮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改变数量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单付这个采购的商品 那这可以让使用者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心意 好那另外呢 在采购节奖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介面 就是使用者的介面 他可以让消费者选择付款的方式 好提到这个付款的方式 他有两个重点 就是安全跟简易性 那透过网页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付款方式里头 还可以建立连到保密政策的连结 那让使用者了解说 到底这个网站呢 他对于交易安全有什么样的保障 那另外就是进用卡的资料 他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使用所谓的安全的连结 就是Secure Connection 这我们可以在前面的讲视里头介绍过 那另外假设说付款的方式 他不止一种的话呢 应该让消费者能够很快的去分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他可以选择市场的付款方式 那假设说消费者还是第一次采购的话呢 那消费者需要填写的表单 最好能够简单一点 那我们知道其实电子商务的网站蛮多的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呢 假如说你不太确定是怎么做的时候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同类型网站的做法 那这是一个很快的 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在看过这个购物网站的结账方式的设计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有关于售后服务的部分 电子商务的网站必须要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对于消费者来说 一旦完成采购以后 最关心的当然是售后服务的问题 售后服务中最敏感的是退货的问题 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保障 对于业者来说 有风险却不得不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售后服务不是 不仅仅是在自体商界 自体商务里面会碰到的问题 其实在电子商务里头呢 它也非常的重要 好那有关于在网页里头 对于售后服务这个网页的设计 我们也会各位同学整理出来两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在所有的商品跟鞋账的页面当中呢 都要放置有关于退货的规定的连结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消费者呢 他都会关心说网路的上下是否会接受退货 那退货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条件 还有就是运费呢 有时来支付这些问题 所以最好这些资讯呢 能够有很方便 还有很明显的考虑点 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提供退货处理的简单流程 假如接受退货的话 那退货的处理呢 他可以有一个规划好的流程 那最好在网站上能够引导交费者 能完成他所需要配合的工作 比如说输入这个需要退货的商品资讯 退货的原因 还有就是映出这个商品的标准等等 那这是在售后服务的网页设计上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两个要点 那我想同学可以到这个网路上的eBay 这个eBay的网站上 看他的这个网路购物的这个安全保障 因为他是相当典型的 那我们会发现说 他有些资讯是 消费者在进行交易之前呢 他就可以先预览的 那等于是说 业者本身呢 他必须有义务提供奖金的资料 那消费者呢 他有责任在交易之前呢 先了解 将来可以预期的状况 所以我想对这个服务的提供者 跟这个消费者之间呢 他会在交易的进行前后 比较没有一些附带的问题 好那谈过了生活服务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同学看的呢 是一些进阶的商务功能 电子商务在采购的感觉上 可能难以和传统的逛街采购相比 但是电脑与网络的功能 可以在很多方面强化电子商务 基本的电子商务功能 可以建立起一个营运的架构 有些间接的功能 则可以让我们改善电子商务的功能与成效 例如特价商品的介绍 相关商品的促销 个人化的推荐商品 商品评价与货运的追踪等 都能让电子商务进行的更顺利 所以其实在设计电子商务的网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这些进阶的商务功能 那当然就是在 可能我们在设计这个电子商务网站 已经有一些经验 甚至于在经营上呢 也有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些进阶的商务功能 那当然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也建设到网页的设计上 你必须要配合提供 就是这些商务功能的发挥 那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以一个在商务功能里面 经常用到的促销为例子 就是所谓的promotion 那我们知道 虽然这个网路货架它的空间无限 可是使用者或消费者 他不见得有空去浏览 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 适当地推出促销的商品 就是说这些商品可能 使用者他并没有时间去浏览到 可是呢 有时候可能 可以透过这种促销的方式呢 让使用者看到 那这样子有时候可能 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知道促销的方式呢 其实有很多种 那推荐促销的商品呢 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那虽然促销有一些 令人惊喜的这个成效 可是假如说你进行的不恰当的话呢 可能有可能造成使用这个方案 所以必须要很整整的去策划 那有关于这个促销的部分呢 我们在设计上有提供几个要点 我们为各位同学整理出来 第一个就是编辑商品的推荐资讯 因为我们知道你光提供商品的基本介绍呢 可能没有办法激起消费者的购买率 所以最好能够配合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描述 让使用者他能够感受到说 你所推荐的商品呢 他有一些特质 所以适当的运用文字编辑呢 是必要的 那事也不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推荐 因为每一个使用者的需求 可能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他注重的这个流行时尚 有的人他可能特别在意价值 那还有的人他可能不预测立场 完全看这个商品的价值 所以推荐的商品资讯呢 他应该要从各种角度来发挥 这样才容易吸引到各种消费者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引导消费者进行浏览 那我们知道当消费者他在灌网站的时候呢 可能他没有特定的目标 他就是可能经过某种这个管道 上了这个网站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网页的设计应该要主动的吸引这个消费者的注意 比如说你可以利用这个影像跟文字 这些技巧 让消费者能够体验特殊的推荐商品 那等到他看过这些资讯的呈现之后 他可能会产生兴趣 那产生兴趣他可能才会进一步的去留在这个商品的资讯 然后最后才会有这个采购的决定 那这次有关于这个促销的部分 那当然促销我们刚刚提到过 它是一种比较进阶的商务的功能 那我们曾经提到过 Amazon它是一个在网路商务上非常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想同学可以上个Amazon的网路来看看 那到底他有哪些促销的设计 那我们会发现说 当使用者在浏览一本书的资料的时候 通常在这网站上 他会推出套书合购的折扣资讯 或者说他会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书籍的资讯 那透过这些资讯的提供 通常他会发现说 购买本书的人 他通常也会采购其他出息 所以等于是说他可以自动为交配者提供了很多 跟他的这个采购决定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想有关于这个商务的进阶功能 比如说像促销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行销的走法 同学可以上Amazon的书店来看 那其实在网路触电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促销的方法 或商务的进阶功能 他是透过网页设计的方式来提供的 那他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这个网站 那看过了今天的这些生活化网站的实力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网页电展 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又请到Jerry来到我们的摄影棚呢 来跟同学探讨一些有趣的网页 那Jerry今天又为同学带来哪些精彩的网页呢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文化学术教育类别的一些网站的一些设计的方式 那这一类的网站呢 主要走的都是古典优雅的一个路线 那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些视觉 形象风格的一些呈现 大部分色彩色系呢 多是使用就是比较温馨的一些暖色系为主 那设计上呢尽量不要用很多颜色 五颜六色的融入太多颜色 反而会比较不好 那过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网页设计的这个实力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网站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的国内远近磁民 古色古香的一个网站 那他们网站也前阵子才刚更新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设计的方式是 是这样 那各单元呢是以不同的一些材质为底色 比如说我们点选他的那个内叶的部分 你会发现说他这个其他的次叶 这些所谓的那个各单元呢 底色像现在这个单元是底色是红色的 那我们点选其他的单元 像点藏与展览这个单元走的就是另外一个色系 那但是他整个版面配置基本上还是一样 那整个在底下是他的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类别 大概在这边点小图绣大图的这个部分 那这边呢你会看到他整个设计方式 他有些所谓的框架 Friend的这个形式做区分 好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的这个首页的部分 好 点选进来以后呢 我们重新也用一下 我们重新整理 那他会出现不同的这个网页底色台课 那像现在就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古董的一个文件 这个设计方式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好看起来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是 那Jerry您觉得这个艺术欣赏的这种在网路上的情境一般人能够接受吗 还有就是说在设计上有没有一些增加誘因的方法 设计上的话呢 一般公司企业的网站呢 当然比较不适合就是采用 比较太过艺术化的方式去做呈现 那毕竟是比较商业的一个行为为主 那但是还是有一些行业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做 比如说宗教 财团法人的机构 或者是本身这个行业别就是比较从事文艺怀旧的一些企业 也可以采用类似这样比较艺术气级温馨转设计的一个设计 如果是个人性质的网站 或许你的作品级之类的网页 用这样子来呈现 可能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种作法 比如说饮食业 比如说也走这一类的风格 或许也不错 比如说有日本风的这个槐石料理这样子 那也可以做比较艺术化一点的这个网页 那做这一类的网站呢 另外一个要素就是 土挡的精细度 精致度要非常的好 否则的话就是看起来就是反而会显得整个质感往下降 然后如果说设计上不是非常的需要说鼓易盎然去做考量的话 尽量不要把它做的设计变得很拔古古老字式褪色褪流型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反而是会造成 浏览者一些负面的一个印象 譬如我们可以来看看另外一个 国立全工大学的一个网站 那它有分成好几个版本 那宽屏的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页的部分 这边就做的蛮有意思的 好 比如说我们点选 好 那它会换不同张的图 然后做材质切根 好 那这边有选单的部分 那这个是大选单 大选项的部分 这样子的设计方式也蛮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多做一些参考 好 上面这个网站呢 看起来蛮有趣的 我们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这个学校网站里头呢 曾经跟各位用一些专闻来介绍 如何在网路上进行这个建设 艺术跟欣赏 我想同学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网那篇文章 那谢谢Jerry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网页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网页建设 所以我想同学现在应该知道 原来在这个网页上面 在网系网路上也可以进行这个 所谓的艺术跟欣赏 那当然这是从这个消费者或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一个网页预览者的角度来看 可能你可以透过网页所呈现的这个艺术品 或者说他所提供的一些资料本来进行这个建设 不过对于这个设计者来讲 可能我们要考虑就是说 在设计上你要注意到哪些要点 让这个来网路上进行这个艺术欣赏的人 他感觉上呢 跟他到实际的博物馆去看了 或美术感去看了 就是他的差异能够拉得越轻越好 所以我想这是在设计上 可能有很多技巧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网页设计教室 我们知道网页设计是很有趣的活动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下面 几个网页设计的技巧 那我们要谈的是有关XML与STML的组合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上的第一个例子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脑上的第一个例子 好 这个档案是F341.STMA 好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用Ie的流量程式打开 好 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呈现的资讯非常翻成了 就是Table1跟Table1 好 我们现在透过检视原始档 我们来看一看里头的档案内容是什么 好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HTML档案里头的第二行 它是HTML 然后后面有宣告它是HML NS 然后它使用Furniture这个分元素 好 那至于说 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head的标签 跟slashhead的标签 这个其实都是HTML的标签 它指定标题 好 那在body里头呢 下面的两行就比较重要的 它使用的是Furniture 然后冒号table 跟slashfurniture 然后冒号table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HTML里头 这个档案里头呢 其实这个标签是类似于XML的视频标签 那它所呈现的呢 这两个字形就是Table1跟Snap1 那我们刚刚曾经看到 它的呈现的网页的字形很简单 就是这张比资料 我想它跟一般的HTML的档案的差异 就是说 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自定的结构号标签 已经让它的字形有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 它是在这个Furniture的结构底下 所以这也算是XML跟HTML 两种标签语言的语法结合的方式的一种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例子 好我们下面看第二个例子它是在S3012.html档案里头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打开 好那这个档案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刚刚的网页比较起来呢 它大概多了两笔资料 就是除了Table1、Table1之外呢 它下面多了第三行的Test 就是它的呈现方式的写底字 然后跟第四行 比较大的字形 然后是红色的字形 Table2 好我们现在一样透过IE流氧器的检视里头的原始榜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个档案跟刚刚的HTML档案有什么差异 好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HTML档案的第二行里头呢 有一个HTML然后控格 HTMLNS冒号Furniture 所以它会宣告说里面会有一些类似于HTML的制定标签 好那底下第三行开始呢 Head跟StretchHead这一样是HTML的标签 那在Body里头 Body的标签里头呢 就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五行 那这五行里头它穿插的类似于HTML的标签 还有呢 HTML本身的标签 就是这五行里头的第三行 B-B还有I-I呢 就是指定出体跟斜体的标签 那所以说其他的四行呢 这个Furniture Table呢 前列两行是跟刚刚第一个例子所看到的是一样 它是XML的指定标签 所以它呈现的就是Table1跟State1 那至于说下面 大家注意那个Furniture 也就是说这五行里面的第四行 那个Furniture Table 然后Style等于Color Red FundSize 32 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类似XML的指定标签里头呢 我们还可以指定它的Style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面的Table2 在网页里头它所呈现的呢 是红色的字体 而且字体的大小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第二个例子呢 跟第一个例子一样 它都是XML跟HTML 组合在一起的例子 所以大家看过这样子的例子 应该会发现 就是XML跟HTML 也是可以混在一起使用 当然有一些更复杂的例子呢 它会利用这种组合的方式呢 发展出其他的网页设计的技巧 好 所以大家对于今天的主题都了解了吗 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看 简短的担要与步行 我们在这个讲师里头呢 延续上个讲师所谈到的这个电子商务 那当然也包括行动商务 就是说透过这个电子化媒体的商务进行的方式 我们可以让使用者进行这个网络图穿的浏览 然后进行采购 那当然在设计上呢 我们必须要让使用者在采购之后 假设说他决定要结账之后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顺畅的 这个所谓的柜台结账 check out的流程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 就这个讲师一开始就跟同学提到 到底你这个柜台结账 需要在设计上有哪些地方 让使用者能够很顺利的结账 因为这是在整个交易里头呢 也可以算是最重要的部分 假设说他能够进行的非常顺畅的话 那结账一完成 这个交易等于就确定了 好那之后呢 我们继续跟同学提到的就是 跟这个商务网上设计相关的一些 比较进阶的功能 比如说像售后服务的部分 假设说在使用者采购之后 接受退货的话 同样的在网站的网页的设计上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设计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使用者 还有网路的商家来处理一些 所谓的售后服务的工作 好那之后呢 我们又跟同学介绍一些 其他的进阶的商务的功能 那比如说像这个促销的部分 那我们是以这个Amazon的 网路书店为例子 来告诉同学说 假设说我们在网路上 要进行促销的话 可以怎么做 那当然在网页设计上呢 它有一些技巧 比如说 你可以编辑一些推荐的资讯等等 那这些都是在网页设计上 同学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 我们今天呢 就会各位同学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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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起来收看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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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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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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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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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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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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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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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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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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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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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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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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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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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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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电子商势者 李宗盛 电子商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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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